大家好,秋季到了 可能很多人都打算给自己的兰花翻盆 但是我们的兰花有这三种情况的话 不建议大家翻盆 翻盆的话反而得不偿失 第一个就是我们用的植料 在三年以下的不建议大家翻盆 因为植料第一年它要适应 第二年它才是真正达到最巅峰 第三年如果兰花能正常的生长 我们也不必要给它换植料 第二种情况就是心芽刚刚冒出土 它是比较脆弱的 我们有点稍微不注意触碰到它的心芽 或者是碰上它的心芽 都会容易导致它僵芽或者是枯萎掉 第三种情况就是开花状态的兰花 不要给它换盆 尤其是这个花剑刚刚长出来 准备要打开这种状态 如果说这个时候给它换盆的话 很容易这个花就会凋谢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